李太太双手怀抱着刚满月的小珍珠 其实在她刚出生时 发现有心杂硬的状况 原来是罹患了先天性的心脏疾病 她一开始是呼吸状况不稳 所以被送到加护中心 生完的三天后她开始出血便 就发现说她呼吸越来越没有办法 就是一定要一直带着呼吸器 她的动脉导管很大条 然后她的血量也非常多 所以小朋友当时她的心脏衰竭比较厉 目前这样的病症 大约有九成五才传统开刀治疗 不过花莲茨基学中心首开东部先例 安排进行小儿心导管手术 前后不到一个钟头就完成了 术后也几乎不留疤痕 有的时候开放性动脉导管太大条的话 其实我们闭锁器不见得有办法 能够找到适合的尺寸 那不过因为就是很感谢 新导管的过程非常的顺利 然后能够用闭锁器 把它开放新动脉导管关闭起来 中部大概都有最新的设备 最新的医疗团队 那现在小儿科的医疗团队也都完备了 那我们会往儿童医院再迈进 目标在第一条 小珍珠的育后状况相当良好 而这也是继1993年花莲茨基学中心 成立花莲第一间心导管室以来 心脏治疗的重要里程碑 期盼持续共同守护东部地区小朋友的生命健康 带来新闻杨爱婷 刘洪志 花莲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